大家好 歡迎來到士丹貓TV 我是Joyce 今天我們兩個來華山做一日文青 藝文青 對 藝文青 其實華山是一個很多文創的地方 很多手作 咖啡 啤酒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咖啡的地方 展覽和電影也有很多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來參觀過 我唯一一次來就是上次在看B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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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來過 我好像來過兩次 有一次都是什麼都沒有開 好像是平日來 第二次就是來看黃亞馬的展覽 今天是超多展覽 剛剛這裡有一個進擊的巨人的展覽 不知道看什麼 但好像是要付錢進去 我們剛才很大香味 剛才我們供了進展覽 被人截著 原來是要買票 我都會免費看 因為有沒有人排隊 外面有沒有工作人員截著 然後我們走進去幾店 這裡有一個水團軍的展覽 這裡有很多水團軍產品 好可愛 原來對面還有一個伊藤仁爾的恐怖體驗室 你有沒有看伊藤仁爾的漫畫 好像是船窩是不是他 我不知道 我記得我只是看過漂流教室 很恐怖 就是一班小學生 不知道是流落了荒島還是什麼 然後我也很變態 很殘忍的事情發生 小時候看完之後都會害怕的 是 但其實真的很經典 這裡有一個逢印展覽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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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針織機在這裡 很多DIY 你可以做杯墊 做頸巾 剛才那個DIY體驗因為人太多 所以今天已經沒得玩了 要等聽人了 現在很先進 在這個IPAD畫完之後 就可以打印刺手出來 現在前天是你要畫得漂亮 我們就一定不行了 如果喜歡這些文青的朋友 來到這裡真的走不了 很多展館可以參加 有很多展館 動漫 可以喝杯咖啡 我們剛才也在一間咖啡 吃了一些東西 喝了一杯東西 但我們就對於這些文青的東西 就是一般般的 通常這些很文青的咖啡 都是那些東西放得很漂亮 而那個味道又不是那麼好吃的 如果大家知道 有很好吃的文青咖啡 應該要告訴我們 我們會試的 是 我們剛才經過了一個BOOFER 就是一個泰亞族的優雅生活節 我們又試了很多產品 還拿走很多東西 Joyce已經在吃這個雪糕 水蜜桃雪糕 真的很好吃 其實它像是雪巴的質地 然後很濃的水蜜桃味 裡面還吃到果肉 超棒 這個是超好吃的 剛才走完的指南 覺得很有意思 其實這個展覽就是推銷 泰亞族人的一些新的產品 就是他們原本 例如種了水蜜桃 種了小米 蜂蜜 做了一些提升的產品 例如水蜜桃雪糕 他們本身是水蜜桃 就將它變成雪糕 出了新的產品 而且他們的包裝和火 都是全身設計 很漂亮 但又有他們本身的 桃藤的元素是兩元 如果大家去過泰亞族人的地方 都知道他們的桃藤是黑白紅色 他們現在做了一個新設計 做了一杯雪糕 而且味道真是超好 嗯 好天然的 我們剛才還試了甚麼 還試了這個蜂蜜蜜汁 也很好喝 店主很好 他們有整支我們 對 多謝很多老闆送給我們吃 真的很好吃 剛才跟原住民聊天的時候 他說原來你是可以 去訂購蜂蜜 一年前預訂吧 一年前預訂 他就會把一個收集蜂蜜的箱 放在果園上 然後他們收集了一年的蜂蜜 就會寄給你 對 而且剛才我們聊天說 種蜂蜜的土地是不會再灑農藥 所以變相是保育了 那塊土地是可以令監眾永續的 對 如果你購買了蜂蜜 就可以參與了這個保育的動作 非常之好 剛才我們除了蜂蜜之外 我們還試了原住民自己在山上種的咖啡 我聽他的故事 我覺得是挺感動的 因為他說很多年輕的原住民 特意去考一些國際咖啡師的證招 教一些長輩 即是可以怎樣選擇咖啡豆 種什麼品種的咖啡 又幫他們做包裝設計 即是幫助長輩繼續有謀生的技能 對 我剛才試過咖啡 其實咖啡也是我喜歡的味道 咖啡的味道很清香很甜 我覺得很溫和 連我不太喜歡喝咖啡 我也覺得挺好喝 除了咖啡之外 我剛才還試了一個馬告香菇 是風乾的香菇 很好吃 馬告的香味很出色 加了少許調味料 又有些鹹味 再調出了味道 其實我試過很多不同原住民的蔬菜 一些香料 其中我最喜歡馬告的味道 我之前在烏來喝馬告咖啡 我非常喜歡 馬告乾的香菇吃下去有脆 就吃到馬告的香味 我覺得很特別 我自己也想買一包來吃 我們還吃了那個小米糕 它是混合了芋頭和鹹蛋 變成一個新式的甜品 我覺得挺好吃的 小米就是他們自己的山上種的小米 原來像蛋糕一樣 你可以切成一塊塊吃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他們將一些傳統本身有的天然之源 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我覺得這東西是挺好的 看到他們在這片地方很努力地生活 我想將他們自己民族的好的東西 帶給大家 不單止是就這樣給大家 它是又再提升 做變成一件好的東西再給大家 除了食物之外 其實還有手飾 剛才有一檔是用竹來做手飾 他們說是用McKinnogunbu做成的 說是竹的一種都是貴族的意思 那些耳環其實我自己覺得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不過它就沒有穿耳洞 沒有辦法 它有說可以改夾的 是嗎 不過因為我也是很少帶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除了耳環的手繩都挺漂亮的 是啊 如果大家想試這些產品的話 其實他們在桃園的復興區是有店面的 我們將店家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聯絡他們 他們八九月在桃園復興區 都繼續會有優雅生活節的活動 好像是會有上山是有活動的 而且他跟我說水蜜桃的農田 是附近有一個露營區的 是可以去的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參加的 你可以上網搜尋優雅生活節 他們稍後就會公佈這個活動的場景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安排到它 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大家也會多多支持原住民的商品 一些活動 那我們就繼續走華山 去看看吃什麼玩什麼 原來今天還有Starbucks展 Starbucks原來已經來了台灣25年 你記不記得Starbucks的八原地在哪裡 我們都去過 撿我嗎 是啊 在西雅圖 排長龍這個Starbucks展 台灣人真的很喜歡Starbucks 看完Starbucks展 進去後有些不明所言 你會看什麼嗎 有很多字 我們沒心機看 我有看的 但是我看到一些人進去 都是拿著一杯咖啡 然後在這裡休息 但為什麼不是有Starbucks展 很好吃 所以有很多分店的伙伴 也有很多忌延在這裡 OK 逛逛逛逛 燃起了革命肉 他說是不是要買點東西走啊 一場來到嘛 但是你這個樣子 我覺得有點恐怕 喜歡這些東西的人 來到這裡真的走不了 超多攤位 超多館 那你想買什麼 我沒有東西想買 為什麼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在這裡 我可以 跟這個 你 我可以 說 你 我可以 說 我可以 說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